剛剛最近那個市政說明會吃的還不錯 吃還不錯 想幹嘛 不曉得想幹嘛 我看到菜單還不錯 我都想去吃一餐 好那這件事情其實最 大家最想知道 就是說為什麼二月一號 當天半夜的時候 凌晨你為什麼要用這種強制點交的方式 而且是分局長帶著派出所所長 帶著刑警 因為看到很多穿CID刑警的背心的 然後呢在那邊搜證 為什麼 到底net是犯下什麼滔天大罪 還是微風給了金融市政府天大的好處 然後呢這個我必須要趕快 因為微風可以幫我們賺很多錢 好隨著這兩天 因為中央報告關係 所以我們之前都看不到合約 這兩天都看到了 那這個從這個合約裡面 大概證明了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微風給的條件 事實上給我們就講錢就好了 net時代一年是給金融市政府五千零五十萬 改成微風之後 謝國良的說法 說一年是六千多萬 但是六千多萬分成幾個部分 租金固定權利金 浮動權利金還有個什麼一千九百二十萬 什麼輿情媒體輿情回饋有沒有 好後來去合約看發現 欸不對喔 租金跟固定權利金 加起來兩千六百萬 二六五五萬 但是呢 這個所謂的浮動權利金 剛剛那個SOT裡我們看到 你一年要營業額到十二億 你才有可能達到六千多萬的浮動權利金的水準 但是微風自己講說 我一年大概只能做六億 那你哪來的十二億 請問謝國良 你要第一個回答 你的十二億是怎麼算出來的 你自己幫他乘兩倍嗎 不夠的 你們基隆二薪要自己疲嗎 好 那這有趣是那一千九百二十萬 我們之前討論很久 對不對 後來基隆市政府發現搞錯 那不是那不是一年一千九百二十萬 是二十年 二十年 後來講 欸不對喔 這個一千九百二十萬跟你講的 那個二十年兩千萬 那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又不一樣了 對所以連他們自己都搞亂 好現在終於搞清楚了 這一千九百二十萬什麼東西呢 在微風的這個招商的計畫書 意象書裡面最後一頁有寫到 微風的提供他在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不是基隆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不是有個微風嗎 他有個很大的廣告牆嗎 一個小時 我幫你播兩分鐘的基隆市的市政宣導 一個月收費收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一百六十萬 一百六十萬 他不是收費 他是其實用我們的數位 就廣告交換 對啦就廣告交換 好一百六十萬呢 這概念是什麼 就是說而且他只有七年喔 只有七年 對 但是而且這個東西沒有寫在合約裡面 所以將來微風 如果賴帳不執行 你基隆市也不能拿他怎樣 因為我沒有寫在合約裡面 好 第一個問題 這一千九百二十萬沒有進到市庫 因為他是廣告交換 好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只有七年 你合約不是簽二十年嗎 你幫基隆市市政宣傳 應該宣傳二十年了 怎麼會只有七年 好就有人去算一算 發現原來七年是這麼算出來的 因為謝國良第一任的第二年 也就是他第一任任期還有三年 跟微風簽了這個約 那謝國良大概很有信心 他會連任再做四年 所以正好是七年 就只有他任內就對了 是的 那你給人家簽二十年 其他的別人吞 對 所以說你覺得這一千九百二十萬 什麼媒體回饋 這個是幫基隆市政府 還是幫謝國良 大家可以自己想像 為什麼跟你的任期正好一致 基隆市政府嚴格說起來 他一毛錢都沒拿到 他沒拿到啊 就廣告交換 而且你知道嗎 今天有好事之徒去問了 問了臺北市有兩塊 很有名的那個電子看板 一塊在基隆路跟中校東路口 另外一塊是在基隆路 跟信義路口 那個車夠多吧 對 你知道那一個月租金多少錢 多少錢 五十萬 那為什麼還一百六十萬 包月 微風一百六十萬 所以廣告交換就廣告 因為我們知道訂過廣告人就知道 廣告事實上排價 跟實際成交價會打折嘛 對不對 有些折口還蠻高的嘛 對不對 那微風我交換廣告 我就是照排價算了 所以給人起見 我給人逛攀 好 所以我們都知道 微風給的好處 並沒有比net多 可是你給人家簽比較長 然後收的錢又少 那為什麼 所以大家想問第一個問題 說那到底誰下令 好這個問題有趣了 基隆一分局分局長 你才剛上任沒多久 你二月一號去的時候 才上任兩天 到今天也不快才三十幾天 愛注意哦 你最好趕快請個好律師 雖然我知道 你是警察大學法學博士 但你還是需要請個律師 怎麼了 因為謝國良之前講過 我沒有下令哦 對對不對 對他講我沒有下令 我沒有指揮 沒有下令 以我們對地方自治的瞭解 一個縣市的分局長 警察分局長 只有兩個人可以 基本上可以指揮他 第一個是他的頂頭上司 警察局長 對 第二個就是縣市首長 謝國良說沒有下令 對不對 昨天市議會 就當然記者 這個議員就問說 那那市長沒下 那一定是你警察局長 下令對不對 結果基隆市警察局長說 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 有趣 他叫翁群能 這是民進黨議員 洪森永 他在質詢 他說警察局長翁群能 對於交通處找警察協助一次 並不知道 他說你不知道 局長不是請 那這是你誰下令的 然後呢 謝國良在議會說 大家各式各樣幫net講話 但現在net沒有告訴基隆市政府 沒有企圖接受 這是廢話 我們要問你誰下令 對啊 警察局長說他不知道 然後呢 這個那到底誰下令 因為我今天只剩一個人 今天有問那個張之豪 基隆市議員 他說他有查證過 十一月一月三十一號晚上十一點多 基隆市警察局長 他還在主持一個道安的會議 所以他有不在場證明 他有可能真不知道 那現在誰下令 謝國良說沒有 警察局長說沒有 那一芬局長 我幫你想了很多天 我這個人宅心仁厚 你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說你那天晚上去基隆廟口夜市吃宵夜 吃太飽 那你想散步回家 經過東岸廣場 發現上面燈火通明 以為有治安事件 所以穿這便服就衝上去了 你看檢察官信不信嗎 對啊不然他假扮營營 突然去抽net幹嘛 謝國良 除了說他沒下令之後他現在要找到基隆市政府的餘文叫交通署長 推給交通署了 他說這件事情 就是交通署在當天點交過程中 有發現公告被撕毀 所以他有跟本府辦公室跟警察局提出希望能夠得到一些行政協助 我們依取 聽取了一些說明跟簡報就是由交通署提出的 所以被交通署有事了 好這個是突破我們對臺灣地方制度的理解 真的 大家都知道嘛 我們常常講局處局處 局比處大 所以位階比較小的交通署去命令 一個跟他完全不相干的警察局 說你給我派警察還要派刑警去 你信嗎 對啊 我是不信 我不曉得基隆市民信不信 其實這件事情不難查 因為動員這麼多警察 而且有刑警 因為刑警只有分局才有 一定會有勤前教育 回來之後一定要寫勤務報告 報告上面一定會寫誰下令 奉誰指示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不難查 所以這個余文 看誰要搶著當 你還有機會 那一分局的分局長 趕快找一個好律師 跟律師研究一下 這件事要怎麼講 因為你被控告的叫強盜罪 好 那謝國良 其實這件事情 他很意圖想做一些政治操作 從他開始第一時間 大概兩個禮拜前 開始扯林佑昌的時候 對 他就要做政治操作 原本扯林佑昌 是在講東岸廣場 後來發現 欸不對啊 林佑昌記憶力好像還不錯 東岸廣場所有數字都記得很清楚 細節都記得很清楚 所以昨天他在議會 另外扯一個叫 成績轉運站 就是這個他說 因為其實昨天專案報告內容 沒有成績轉運站 是啊 怎麼突然扯 他就說前市府新建成績轉運 轉運站花費七億三 權力金前兩年只有五十萬 後面七年 一年也只有兩百萬 他說你蓋成績轉運站 才是圖利 這件事情有本名 就是前基隆市的發言人 他就說謝國良 你有沒有搞清楚成績轉運站是政府採購案 東岸商場是ROT案是促餐案 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好 那為什麼成績轉運站 他今天最新加碼 謝國良說 為什麼得標是一家生技公司 為什麼不找有交通運輸專長的 好 謝國良 我再提醒你一下 這家會不會為什麼得標是生技公司 是因為他流標了四次 因為金牌坦 因為你知道嗎 轉運站我們瞭解了 臺北最大大概一個是北車的金站 一個就是東邊的四福轉運站 這兩個轉運站都很成功 為什麼 大家搶著要標 為什麼 因為他上面有百貨商場 金站有百貨商場 然後四福轉運旁邊有那個 某集團的這個百貨公司 而且他地點很好 對他地點超級好 所以人流帶來金流 所以大家搶著要 因為他會賺錢 那你說轉運站本身是幹什麼的 觀眾朋友跟大家解釋一下 轉運站其實就是總站 對 就是公車或是遊覽車 長途客運的總站 那就是車子進來 然後載客人 然後載走 請問他的商機在哪裡 頂多就旁邊開開便利商店 買個飲料 買個三明治 買個麵包 簡單吃一下 那是可以賺多少錢 所以因為利潤不高 所以沒有人要標 所以流標四次 後來為什麼得標是一家生技公司呢 但是謝國良你一定知道 因為你現在是市長 這家公司 他的協力廠商 就是國光客運 那我再提醒你 國光客運的董事長 王應傑是前國民黨籍的國大代表 不要亂打 不要打到自己人 不要打到自己人 要注意 很簡單 所以林又昌今天直接回應 他說 因為謝國良罵林又昌 邪惡貪婪 林又昌說只有瘋狂使人滅亡 他說委外營運方生技公司 沒有運輸商場被添 其中有貓膩 但是林又昌說 為什麼不提協力廠商 就是國光客運 謝國良不要為了自己 沒有辦法跟社會交代清楚 一再把自己拉來救援 不斷用一些似是而非 扭曲的話語 誤導視聽 所以轉運站的事情 大家清楚了 第一個 因為他的利潤很低 即使像人潮很多的板橋的轉運站 他其實一年的權力金 也就差不多也不高 就是因為他沒有商場 好那現在問題很簡單 成績轉運站 我們可以先不要理他 因為謝國良故意要轉移焦點 要打這個模糊仗 重點在於謝國良 我在節目中問過你好幾次 第一 為什麼給微風這麼長的時間 二十加十 第二為什麼拿的錢這麼少 第三為什麼這麼急 這個案子二月一號發生 過年前二月七號八號左右 在網路上其實開始燒了 到現在已經快一個月了 這三個最基本的問題 謝國良到現在沒有講清楚 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到底是在急還是在慌 因為可是我覺得他真的慌 因為昨天在議會竟然做了一個 我從來沒看過的事情 因為我們在議會常常看到 就是說質詢的時候 這個在野黨議員總是會拿一些牌子 標語抗議 那一般首長就坐在那邊笑笑 那頂多就從黨 從黨議員會圍在他前面保護他 對不對 可是昨天謝國良是直接去找議長 直接找議長幹嘛 他去找議長抗議 你看看他去找議長抗議 這不是市長能做的事情 誇張 套一句貴黨不分區立委翁小林說的話 質詢是上對下 你應該乖乖坐在那邊聽訊才對 你怎麼可以跑去找議長呢 所以證明他心裡真的慌了 所以我真的希望國民黨的朋友們多給謝國良一些精神上的溫暖 不要讓他慌下去 早點把這事情講清楚吧